今天我們來到法學實驗室來做七色採用實驗 這個實驗原來就是將密度不同列體混合後形成分層效果 現在就讓我們開始實驗啦 這個實驗需要用到一個100毫升的量桶,數個100毫升的燒杯,交投滴管,試管,藥池,積素,食鹼,以及電子添屏來完成的 首先用量桶量取水加入100毫升的燒杯入面,共準備5杯 分別量取所需要的食鹽,將食鹽分別加入裝有水的燒杯入面,充分攪拌溶液 之後在各個燒杯中分別加入不同顏色的色素 最後按密度由大至小,將溶液加入試管 我們可以觀察到試管中溶液的顏色從上到下分別是 紅、黃、綠、藍、紫 通過這個實驗,我們可以作出結論 密度較大的溶液會沉在底層 密度較小的溶液就會浮在頂層 做完實驗之後,記得使用實驗用具呀 今天我們要開始實驗 3 1 2 1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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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